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極限快速刷冰 只要你透過今天我分享的這兩個方式 你就能比別人快上好幾倍 效果最明顯的是神族 但是其實三個種族都很好用 施放技能的時候也會用到 我等一下會慢慢說明 我盡可能會把每個步驟講清楚 以確保你在設置的每一步都有跟上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示範一下 神族刷冰看起來會長這樣 人類刷冰看起來會長這樣 人類丟礦羅 蟲族刷冰 蟲族劫毀蟲 好這些是怎麼做到的呢 我們這裡分成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遊戲內的設定 第二個呢是Windows的設定 我們一步一步來 首先在遊戲內打開選單 到選項 熱鍵 然後創建一個自己的設定檔 然後到全域 單位管理 然後到選擇技能或AI目標 原本預設只有滑鼠左鍵 也就是用滑鼠施放技能 現在我們加上一個鍵盤按鍵 鍵盤連點的頻率有多高 我們施放的速度就有多快 想像你在打字的時候 你按住鍵盤 就會是那個速度 那我們這邊先設定為Z 這個不僅是兵印裡面狂戰士的快速鍵 同時也會是施放鍵 簡單來說我們現在只要按下W空間之門之後 直接按住Z就能刷出一排狂戰士了 其他的S、F、T 是我兵印裡面的追劣者、教士 還有高階聖堂武士的快速鍵 會設定這幾個也是因為他們是最常用的 也就是說當我按下W之後 直接按S就可以刷一排追劣 按F就可以刷一排教士 按T就刷一排高階聖堂武士 那這些額外的快速鍵要怎麼設定呢? 這個沒辦法在遊戲裡設定 那有個小技巧 首先呢我們到戰鬥錄影 隨便點一個最近的RP 然後按右鍵 按顯示於資料夾中 然後呢我們打開Windows資料夾 往回三頁你就會找到你的帳號的位置 那在這邊有一個Hotkeys的資料夾 在這裡選擇你儲存的快捷鍵檔名 然後你要按右鍵 然後按開啟檔案 然後要選擇記事本 用記事本把這個檔案打開 然後到TargetChoose這一行的最後面 加上你需要的快速鍵 全部大寫用豆號隔開 並且不能有空格 像我這裡就加上了S豆號F豆號T 最後不要再加豆號喔 然後存檔回到遊戲 然後重新打開選單去熱鍵裡面看看 應該就已經更新上去了 如果沒有更新上去的話 把遊戲關掉 然後再儲存一次文件檔 再打開來遊戲檢查一次 OK這邊第一步就完成了 但是你以為這樣就完成了嗎? 還沒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極限啊 極限快速刷冰 呵呵 這一點都不極限 剛剛說的 鍵盤連點的速度有多快 我們施放的速度就有多快 所以第二個步驟 我們要到Windows 直接調整鍵盤的連點速度 首先最基本的是按下Windows鍵 搜尋鍵盤 然後把重複延遲調最短 重複速度調最快 你可以在下方試一下 按住鍵盤 看看它的重複速度 但是這個還不夠快 如何要做到更快呢? 首先我們按下Windows鍵 搜尋Registry 或者是登入編輯程式 然後到HKey Current User 底下的Control Panel Accessibility 然後到Keyboard Response 原本的數值應該是長這樣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把Flex從126調成59 這代表電腦會開始使用你修改的其他數值 OK我們把Delay Before Acceptance調成0 Bounce Time如果不是0也調成0 Auto Repeat Rate調成6 Auto Repeat Delay調成200 這些單位是毫秒 這個數字越低 重複速度就會越快 但是你如果設的太低的話 你打英文可能會出現問題 如果200覺得太快 你可以調成300 如果還是太快 你可以再慢慢往上加 那我建議是從150到200先開始著手 數值調整好後 登出Windows再重新登入 或者是重新開機 這些數值就會被套用啦 如果你不喜歡調整後的速度 你可以再把Flex改回126 重新登出再登入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可以進到遊戲中測試了 直接打開MOTV Unit Tester Online 你就可以試試看刷冰了 除了神族的刷冰速度神速以外 從37毫秒降低到23毫秒 快了1.6倍 人類跟蟲族補冰也都是神速了 真的是超讚的啦 可可 那除了刷冰以外 還有哪些技巧是好用的呢? 以下有幾個實用的技巧大家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是蟲族的街會蟲 把快速鍵加上Z 配合剛剛的左鍵施放快速鍵Z 你就可以直接按住Z狂丟酸食體液 像這樣 不過打坦克只需要丟3顆 所以沒必要丟太多的時候 還是要控制一下 第二個是腐化飛蟲的腐蝕噴鍵 快速鍵是C 但因為不常用到 C並沒有設定在選擇技能目標的快速鍵裡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運用Shift加Z 要記得 Z現在就是你的滑鼠左鍵可以施放技能 按住Shift加Z 就和按住Shift加滑鼠連點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你可以點一下C 然後滑鼠移到你的目標上 然後按住Shift加Z 他們就會一起上去 嘔吐一波了 人類的話我把戰巡艦的大盒砲也加上Z 所以現在我只要把滑鼠移到目標上 按住Z 所有戰巡艦就會直接摧毀對方基地 再來是丟礦羅 礦羅的快速鍵是1 但我的設定裡面沒有1 那就跟剛剛一樣 你可以按住Shift加Z 快速丟礦羅 所以你原本是1 滑鼠點一下1 再點一下1 點1點1點 現在你是點一下1 Shift加Z按住 如果你嫌能量太多的話 這麼做一次保證你把能量刷完啦 那說到丟礦羅 不得不提下老傳統了 如果你要拜人品的話 你也可以在對方家用這個方式丟礦羅 或者是丟掃描 按下快速鍵C 然後Shift加Z 使用 太陽鍵 以及超級太陽鍵 以上就是這次的刷冰教學 喜歡的話幫我分享影片給你的心海朋友們 如果你對於編隊還有地點快速鍵有疑問的話 可以去看右邊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今天我們要生死失落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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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神族的榮耀 神族的榮耀 幫你跑去封靈 等等 快點 對 那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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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